澳門人有多喜歡打歌 你看這裡, 地方小小就已經有三個歌爾夫球場 不過你們有試過在室內打歌舞嗎? 我們今天來到室內的模擬歌爾夫球場 不見我們好像很聰明 其實我們對歌爾夫球是一切不通的 所以今天有請到Joey來教導我們的 這間房間… 對, 可以… 秘密練兵後就在實施 對… 因為你會看到它跟正常的球場設計 沒什麼分別 對 對 而且這個螢幕的大小 令到好像真的自身現象 你會看到這個 其中一幅圖會告訴你 是否遇上乾面的激球點 因為如果激球點的話 我們會偏向中間的 才會為之一個叫做鐵物點 維敏哥, 你算了吧 你打歌說天分, 你別浪費時間 我們還有很多地方要去, 走吧 你看澳門的地方小小 它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 說到最, 這裡還有世界之序 就是松沙纜車 對, 它是世界上最短的纜車 只要你閉上眼睛, 閉上眼睛就到了 是不是真的? 對 不如我們嘗嘗吧 我們嘗嘗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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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二龍頭公園 原本是早期澳門總督的官邸 經過改建之後 成為現時澳門半島 唯一設有動物園的公園 在這裡還有鎮園之寶 就是它了 亞洲黑熊 飆飆 麦芭… Bobo現在已經30歲了 可以說是陪著很多澳門小朋友成長 跟你一樣 是很多人的童年偶像 說這些 今集我們介紹過景點 是屬於中蒲嘉惠之旅 大家只要跟著路線上 還可以玩其他景點 去旅行, 看到鳥乳花香的環境 當然令人心情猖快 不過有些朋友對花有你敏感 所以旅行前組織準備 不要給敏感, 令自己心情不好 我愛你, 令自己心情不好